真是想解決這個政治問題的話 我希望政府會檢視一下 有什麼法案它是可以抽走的 市民的心聲 心聲 心聲 到現在都未聽到的話 我不知道怎樣才可以跟它說 你說這個老闆 我覺得它好像是威脅式 然後加了一句說 市民的心聲 我也是市民 我可以叫郭榮鏗聽我的心聲 但我看得出 由交給郭榮鏗做主持 第一 他沒有盡他做主持的大任去選這個主席 他只是一路做拖延 他用不同的方法 每一場會都是這樣 首先我是苦女先 雖然我未懷孕 但是我覺得這條條例 我們應該是要留的 因為14個星期 對我們來說多4個星期很重要 讓我們休息 但剛才我一路聽郭榮鏗 我完全不覺得 她是覺得這條條例 她會讓她過 她只是覺得 要用政治去解決政治 她從來都沒有想過 這個是民生 還是我們婦女 因為有了嬰兒 而要爭取的 那為什麼 現在只是差一步 你都不讓她過 你交給人力事務委員會 其實OK 有時候這些事都要特事特辦 吧 來吧 但 對 我們 跟 我們的